2023年12月30日 允许准与决自2023第189号文发布 这是中国央行年度最后一项公事 随后刷屏财经权 继而在小范围内讨论 其内容为 同意支付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有学生网友留言 这说明支付宝没有老板 我欠的花呗不用还了吗 底下有人回复 孩子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谁才是老板 有人曾说 金融这个行业 从诞生那天开始 就站在了社会职业的最顶端 因为别的行业 无非是生产资源 加工资源 而金融是分配资源 天语神器 非有得者不能拘之 谁有得 没人能说清楚 但是30年前的海对岸 曾有那么一个故事 一个东京乡下穷小子市井起家 以金钱为钩 以欲望为二 垂掉一个时代 公司在新苏地铁站旁边 兴修了总部大楼 大楼顶部 圆形方孔 撞似前笔 又似一只凝视深渊的眼睛 创始人以首富之姿 站在了木墙后面 俯视众生如蝼蚁 而他 也曾是蝼蚁中的一员 1930年1月4日 吴京宝雄出生在祁玉县深谷市 父母在村口开了一家小型杂货铺湖口 市井之中 无论是东口的无赖 还是西口的寡妇 世事动明 人情练达 军事学问 而家里日子虽然只有温饱 但还算平稳 但一切的变故 发生在他的十岁 那年 父亲离去 而这个离去不是去世 而是私奔 你没有看错 吴京他爹 在中年之际 焕发第二春 抛弃弃子 带着隔壁邻居的小娘私奔了 就这样 原本没满小康的家庭 在保守的年代 孤儿伯母 一边忍受着邻里的闲话 一边要维持着生计 在后世采访中 吴京回忆童年曾说 我从小就知道 如果我能留下很多钱 旁人就会认为 那个人很伟大 果然 乡村教育最为朴素 童年记忆 笼罩一生 在这种氛围之下 吴京在读完初中后 就投身军队 准备在另一片天地 崭露拳脚 就是入伍的年份 比较尴尬 1944年 好消息是 因为是1944年 并且入伍的是 后勤维修部队 基本上三天吃酒顿 打牌姐姐们 所以不存在什么生命危险 坏消息是 同样是因为1944 这时的日本 马上快要进到 一一岁的环节了 所以军队人人军马路 就这样 年仅14岁的武警 入伍不到一年 罗斯都没打明白 入伍即退伍 退伍后 武警在社会上晃荡 卖过橱窗 饭过假酒 当过担子房小弟 最后在黑市里倒卖大米 让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底层 且灰色地带晃荡了20年 他见识了三较九流 看怪了人情冷暖 形成了一套几具个人风格 又贴合实际的时任方法 时间来到了1966年 这年 36岁的武警宝雄 在东京一个12平米的小房间里 放出了人生的第一笔贷款 当时由于日本的各大银行 信贷对象 主要以大中型企业为主 对于小微企业 及个人消费信贷业务 普遍不够重视 即使有相关业务 要求也比较高 且手续繁琐 而武警宝雄的个人信贷业务 就是主要面对家庭主妇 每天上午 武警宝雄会游端在高档小区 观察家庭主妇晾衣服 并且以街厕所为由 观察各家卫生间 当有人问到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他亲手敲桌 自信回答 高档小区意味着收入稳定 作息固定意味着为人踏实 讲究卫生意味着个人休养 家庭主妇意味着胆小怕失 40年后 因小额信贷模式 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 曾发明了一个脱贫的指标 其包括 稳定的家庭 清洁的用水 定期的储蓄 和上学的孩子 果然 大道至简 殊途同归 那些看似高大上的诺奖知识 民间亦有沉淀 短短8年时间 武警迅速积累了海量财富 壮大后 其封控经理入职时 曾向武警建议 公司规模如今日渐扩大 咱们是否考虑 降低个人小额贷款 转向企业贷款呢 武警怒耻 蠢货 你懂什么 借给一个企业很多钱 意味着同等量级的较量 最终不知谁会胜出 而且给很多人少量的钱 这样不但风险小 而且利润大 你要知道 信用是富人的武器 也是穷人的枷锁 就这样 他以这条简单的失人模型 开启了公司的狂飙之路 即便偶有失守违约 他也毫不在意 至于为什么 40年后 曾经创造三年登陆 纳斯达克敲锁的罗敏先生 给出了答案 过期不还 就是坏账 我们就当做福利 送给他们了 这一听就不靠谱的话 还真有信 贷款村随之而生 其结果是 一时潇洒 一生偿还 而吴京宝雄的做法 则是利用半生市警经历 与黑帮关联 而公司装达后 他又高薪聘请了 监管部门的高层充当顾问 黑白同时左右逢源 其醉酒之时 嚣张说道 右翼怕黑帮 黑帮怕警察 警察怕右翼 三者聚在我手 天下万事可成 庞大的金融帝国 在灰色的阴影下 缓缓扑开 1974年 吴京宝雄的五副市 正如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外号日元商店 日元在这里是商品 透支未来去消费 在激情的消费文化里 被放大为一种美德 日本银行的领导方话 过去 你们的任务是储蓄 现在 请拼命贷款 80年代 银行员工背上了一年 放贷一亿的KPI 崇尚超前消费的 刹那主义流行全国 1987年之后的四年 是日本经济最辉煌的年代 经济连续51个月的高速增长 日本政府顺势退出了消费税 但这丝毫没有放缓 人们花钱的欲望 1991年 日本成为了仅次于 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戴安娜王菲数次访日 在数万名众涌上街头围攻王菲的同时 王菲同款的电剑夹克 逾越成为了食食品店的爆款 18、19岁的年轻女孩 成为了银座六本木 另一种炙手可热的商品 想在六本木吸引他们 丰田的搜阿拉保底 大门大牢最管用 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热衷于贷款买车 哪怕利息高达50% 日本第一批月光族诞生 人均六张信用卡在手的日本 1991年的金融消费总值 高达1.7兆日元 其中 五富士放贷总额突破了1兆日元 公司成为了行业代名词 而吴京宝雄 成为了全国纳税第一人 1993年 与五富士同时起步的 另一家消费金融公司 ACON 成功研发了一台 自动贷款申请和签约的设备 申请者只需要在用户界面 填写相关信息 中央信审部门 通过单向摄像头跟申请人交谈 就可完成相应的信用评分 受到此举激励 五富士更是极端的在街边 放了多台无人签约机 贷款和取款一样简单 没有人的时候 那些浸泡在夜色的机器 每隔几秒钟 屏幕就会亮一下 中央的彩色屏幕里 12位穿着紧身黑衣的窈窕女郎 跳起了爵士舞 舞姿中尽是纸醉金迷 顶流代言女星戏穿直美唱道 我最喜欢闪耀的你 与闪耀屏幕相伴 是当时高达4.5%的失业率 和普遍下降的薪资 1991年到2000年 被日本人称为失去的十年 失去的十年间 日本个人消费占GDP比重超一半 欲望和现实中的真空地带 消费贷就像深夜的酒精 让全民都陷入到了 一场不愿醒来的狂欢之中 而另一面 1998年12月 五富士在东京上市 次年 吴京宝雄压过孙正义 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首富 而就在这一年 杭州湖畔花园里 一位不得知的英语老师 带着18位年轻人 将在下个世纪 开启属于他们的故事 在内部管理上 五富士的一天 仿如时光机投影 公司随处可见 武警的大型照片 员工上下班 要向照片行礼 公司早会 需要集体朗读老板语录 并随即抽查 鼓励加班 但没有加班费 虽然身为日本最大的消费金融公司 分公司邻力 最多同时有七位这些经理人操盘 但真正的权力从未下发 公司内部永远都是武警的一言堂 任何所谓的反对的声音 都被视为对他的挑衅 等待挑衅者最轻的是离职 严重的则是消失 人间消失 成为顶级富豪后 媒体开始聚焦他的言行 他极度迷信 常问算命师发展策略 桌上摆着日本的六一例 每天按集胸安排工作 后时某行陈总 某大徐总 纷纷点赞 这操作我熟啊 并且无警五音不全 却热衷拉着明星唱歌 曾开出天价 要求明星合唱北国之村 他喜欢公司员工喊他爸爸 没人喜欢多个爹 但看在钞票的份上 爸爸的歌颂声此起彼伏 也许是子女太多 这位伟大的父亲 在波浪壮阔的大时代之下 看不到云下昏暗 直至黑云压城 2002年 伍夫市拥有1900多家分公司 员工15000人 等待收息的贷款 有一兆7000亿日元 成为日本国内当之无愧的霸主 日经商务采访他为何成功 他疑惑地说道 赚钱这么简单的事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成功呢 而在日本消费金融贷行业 伍夫市已经成为了四巨头的老大 而其他三家公司 分别属于三菱财团的ACOM和ATFOR 属于三井财团的Promise 这也是日本近代史上 少数白手起家 最终抗衡财团的企业 但也许是顶楼的灯光太过炫目 也许是年少辍学的太早 这位众人口中的慈父并不知道 闷声发财 数大招风 而这也成为了伍夫市最后的余晖 就在这辉煌的新世界一世 一名出租车司机 在伍夫市借贷超过一千万日元后 因被暴力吹收 加上无力还款的压力 最终闯进了伍夫市分店 纵火伤人 大火烧死了五人 烧伤了三人 震惊日本 在媒体的深挖之下 发现消费贷公司普遍手段极端 在借款前 大肆股东客户多头借贷 在还款时 卖血卖肾乃至卖身等词汇高频 出现在催收电话之下 据统计 当时有无比以上欠款的借款人 达230万 占日本人口的1.5% 而当年自杀人口9000人 超过30%的自杀 是因为经济原因 但麻烦远没有结束 据调查 伍夫市上市之初 就将巨额的原始股份 以极的价格 转让给日本部分政治家 高级警务人员 议员和媒体专家 公司上市后获取暴力 而一家侦探事务所 对伍夫市高管的监听电话 更是让伍夫市这些 见不得人的地方公之于众 最终 这位万人高喊的爸爸 被迫在2003年 辞去了董事长之位 2004年11月 74岁高龄的吴京宝雄 被判处三年监禁 四年缓刑 而对伍夫市而言 真正的终结 不是吴京宝雄的隐退 而是2006年 日本最高法院修订的 利息限制法 该法规定 最高借款年息 不得超过20% 且不能超过 个人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和吴京宝雄之前的 36%的利息 激进腰斩 更坏的消息则是 之前超过20%部分的 贷款利息 需要全额 归还给借贷人 按照最新的规定 伍夫市需要退还的 贷款利息 是2万亿日元 约240亿美元 设计贷款人 近200万人 帝国轰然倒塌 同年8月 吴京宝雄 因肝脏衰竭去世 终年76岁 葬礼上 日本商界名流 悉数到场 但讨论最多的是 五福市的优质资产 可以抄底 毕竟在现实社会中 比起对不对 大家更关心的是 转不转 潮水退去 漂浮的蚂蚁 回到地面 钻入乙巢 而挥舞杠杆的大亨 则成为了 第一批消失者 弄潮而再风光 终究 要服从海水的意志 2006年 被称为日本消费贷 改革元年 那一年 也是许多漫长故事的起点 随后 朝日新闻带头 拒绝刊登高利贷广告 仅仅过了一年 五福市收起了 黑鱼女郎广告 新宝广告中 多了停止过度禁用 正确使用贷款等句子 日本借贷公司数量 也从1.18万 锐减到1926家 没有武警的时代 只有时代的武警 当时代远去 再风光的大亨 也要匍匐在时代的脚下 2010年9月 五福市申请破产 一个月后 摘牌退市 两年后 那座学友 钱币孔通的摩天大厦 启动拆迁 多年后 当西海岸的智者 芒格先生 在一次采访中 谈及人生最后一笔投资史 沉默许久感叹道 商业 大到一定程度后 便不再是商业了 2019年的最后一天 记者斋藤茂南 通过多年采访 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这段时间的日本 彼时的日本 成功挺过的战后萧条 石油危机 日元升值 等一连串的国难 在多难兴邦的环境下 成功收获众多世界第一的寻章 越居超级经济大国之列 其中007加班的社畜 不择手段的富豪 歌舞寂静的不夜城 以及夜色之下的男女 最终一幅幅画卷 编撰成册 出版成书 其匪业开篇云 刺激欲望的宣传 像洪水一样习惯 我们来不及思考 就被拘然其中 书名叫做 宝石求名 聊聊四字 写尽时代悲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